嘩,多漂亮 今年年頭才知道我兩、三年沒有去過酒吧 但知道現在的 trend 是全轉的 有扔球、喝的東西不同 現在有生啤 我們的聯絡是一套啤酒 然後再轉威士忌、混合綠茶 然後才會對威士忌有些要求 喝啤酒、18年、21年 以前不會有的 所以現在這些都搞得我們很豬邏紀公園 沒有,我也是看你玩我婆 Place any button to continue Place any button to continue 嘩 跟她玩太多招我不懂 這麼多次? 全了全了 你又有兩部電話? 暗地女本身又會玩這些遊戲 她說扔到中間了我 為何突然之間不出去玩 我早幾年又覺得 其實玩得多人不是沒有玩 對我來說沒甚麼意思 因為你說要跟朋友聊天 那酒吧有音樂 你不可能叫人關閉這個音樂 不是拍攝 不是覆了人的場 那要聊天都是吃飯 我要出去工作 我要上班 那下班 回家睡 其實這個是跟生活變 出來玩 其中一個對我來說 其中一個對我來說 對我自身來說 當時最大的動力 就是出來認識女生 五光十色 那可不可以說 因為之前那個認真 所以就不出去了 我在認識她之前 都算是對生活認真 因為我開始去想 我想繼續唱歌 那我要做甚麼呢 那可能我要做多些其他的工作 那做多些其他工作 譬如去教小孩子唱歌 去搞一些體育的訓練 清分 對著的全部都是小孩子 你很難不顧著自己的形象 因為都會影響到很多人 會影響自己拍攝 會影響自己的朋友 會影響自己的生意 那我那時候就會想 就會串 不過反正我覺得 在這些地方認識人 都有點流流 大家都不是一個清醒狀態 那裡去溝通 當然每一個喝醉的人 都覺得自己清醒 你從來都不去酒吧 朋友生日 譬如我生日 你會到一度 到一度 你認識我都知道我不喝酒 那不去酒吧 又會面對甚麼誘惑呢 當然有 我想如果不在酒吧已經 我不知道 我這樣想 如果不在酒吧已經少很多東西 免除了很多 對 那一陣子已經是 我想這樣說 你是可以清醒地處理的時間 有沒有女生主動拿你電話 那一定有 你覺得 而你感覺到是 不是朋友 有的 有的 那你的心態是怎樣 不想煩 譬如 我當 我出來酒吧是 你剛才所說的 認識 當然想進一步 但我又會覺得 如果那個人認得你是誰 如果那件事不只是那麼簡單 只是想著有陰謀 或者你是誰 對 我又不是單身的人 我會覺得很麻煩 如果我做這些事情 這個知道了 我覺得是很麻煩的事 我又不喜歡很麻煩的事 大病之前 我不是在台灣拍劇 有些香港朋友 村外 來台灣 找我玩 他們 晚上就約了我 去101樓下 要到地下的酒吧 其實我是想等朋友喝完 就走了 之前我不喝 然後他們就 硬勁夾了我 喝了一杯 總之 不是很大酒精 不喝 不是很大酒精的東西 我一邊喝 我就喝得很快 因為想馬上走 就糟糕了 喝得很快 已經開始 覺得不妥 突然之間 我又站在這些園桌 站在那裡 高身的園桌 突然間有幾個女生走過 怎樣 我那一刻只是在想 我很想吐 真的想吐了 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 打算叫我的朋友走 因為我的朋友 四五個 只剩下兩個人 要找其他人 走 等不到 我就自己衝出去 那些人就覺得很奇怪 看著我 自己衝出去 乘的士 走回去 走回去 你問我有沒有想過 那些人走過來做甚麼 那我當然有 但是 不會 有時候 你認識一個人的很開頭 你已經知道有些事情 是不可能 或者很小 但是我發現 阿Ken 你有一點是 你自己摘了 我現在就像你 近一點你的心態 就是 不是你好還是不好 不是本身 對象 誘惑有多大 而是 我的立場是甚麼 對 我又 我想就算我是一個喝酒 或者就算我會下酒吧的人 我都原 這件事也是 還是這樣 就是 其實本身個人的性格 不是跟他所謂 更何況 我喝了酒會打人 所以 不行 我聽過 我 我當時跟他拍新的 喝酒 我說 喝點 阿Ken 我也想陪你 但是 我喝完酒會打 我十八歲 就想著 喂 大個兒子 很威風 還在上水 去了一間茶樓 打火鍋 一群人 就去叫啤酒喝 這樣而已 我想是 這裡有半杯啤酒 其實第一次喝很大杯 然後喝 其實覺得很難喝 但是要面子 嘩 大個兒子 聰明 最多是喝這杯 你也知道 喝得很快 然後我臉就紅 紅得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來了 我的朋友告訴我 我坐得很安靜 然後問他 但在說旁邊的是背心 你明白嗎 然後到處看 看 上水 然後他們問過我 二萬 他們問我 為何你抹了眼睛這麼大 他說 我回答他 總之我覺得抹了眼睛比較舒服 乾 然後我就開始扔東西 他們說 一下子車在旁邊 將桌子 一點點 那標形答案怎樣 本來朋友很害怕 但他們一看我 就看到我紅得黏了 那時候 就算了 算了 算了 在一個這麼長的關係 悶不悶呢 這個我想取的 坦白說 平時的相處 譬如 你們會不會 可能吃東西又要吃 好一點吃貴一點 才會再刺激到大家 那個 會不會又對大家 都會 要求高了 多了 我想 那個驚喜的程度 會隨著 那個年份而減低的一定 因為 你太了解對方 你太知道 他會想什麼驚喜給你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反而 你會沒有所謂 平常我是這樣想的 那你通常會罵什麼呢 你覺得十二年來有多少次 吵架不是無謂的 沒有的 兩個人 住在 實有 實有磨擦 只不過 結束後 你怎樣處理 就是 你會想 我經常說一句 家裡有多大 就是 要不就哄他 要不就寫電話 就走 那就哄他 你哄他 你哄人是怎樣 你硬到這樣 就是 我真的 我幻想不到 首先說 我也做一些 懶浪漫的事 會送一下東西 現在炒完了 炒完了 你訊息他第一句 你會用什麼 我預約到哪裡 今晚出去吃飯 因為太了解大家 動一動就知道 其實你想做什麼 大家也都明白到 其實不是 不是以前十幾二十歲 喂 對不起啊 我剛才這樣做是不對的 希望你原諒我 我下次不會這樣做 就是你不會說這些 說這些好 快點完 哈哈 你的生活是長年來越 都是 就是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你一個這樣生活的人 你怎樣 看以前 這樣的感情世界的一點 你從來都在談人家工作 我第一件事 覺得你大膽 第一件事 覺得你很夠僵 而且不怕麻煩 我也是在想 那件事 不知道 只不過是幼稚的 沒事的 我經常心裡想 不會被人拍到的 沒事的 被人拍到也沒事的 有得拆 對 有得拆 沒事的 這是幼稚的 我第一時間會想這件事 即是 你也挺不合法的 對 真的 為何會這樣 你會怎樣看這個人 我不覺得 對還是錯 我不覺得有沒有錯 因為 誰知道 究竟你 跟這個人拍拖很快 原因是甚麼 或者你為何會跟這個人分拖 你不知道 可能是個 這樣說 可能是個女生不對 難道那男藝藝人走出來 指責那女生 說那女生不對 那你不會做這個 其實我自己 在我看你的感情世界 我是羨慕的 我可以有一個很絕對的 定論 我是羨慕的 最起碼在你的感情裡 你也會有 問心無愧的 最近那段我也是 但是之前那段都不是 所以我很羨慕的 不是說外邊的人看你有幾天 當然我也知道有些我理解不到的 有些問題 因為我都未試過跟一個人相處 但是我是羨慕一個人 可以保持自己在這樣的心態上 會覺得多選擇是一個麻煩 因為他覺得自己家裡的重要 或者是身邊的人重要 所以我也挺羨慕 Kent這麼早就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跟你做了這麼多年兄弟 我也是羨慕 不要這樣,喝吧 不是 喝完了 一喝完我又想說 別人不讓你說,喝吧 你不聽話不聽,我照樣說 你唱歌吧,你剪片吧 其實那件事 也不會是有聲音 你也會說 你也不會是有聲音 谢谢大家